好這個柯文哲和朱立倫見面之後呢 會針對新北市 台北市會有什麼樣的討論呢 大家都相當關注 不過昨天呢 柯文哲和台北市長郝龍斌見過面之後 柯文哲原本選前堅持要拆的中校西路公車專用道 在會面之後呢 柯文哲態度是轉而變的保守 包括了雙指星 還有這個美和市弊案 現在都說要再多回去研究研究 引發了外界質疑 但是柯文哲今天澄清說 不是態度轉彎 而是要用數據來說話 好囉 命定了橄欖枝 柯文哲順利踏進北市府 新舊首長譚交接 六十項市政 兩人的副手互留窗口 博好客會後 爭議始終很大的中校西路公車專用道 到底拆不拆 柯文哲說要再研究 但之前話可不是這樣講 那中校西路的公車專用道 什麼時候要拆 我已經在準備拆它了 在研究 12月25號就職 你幾號要拆 找一個夜深人靜 不會妨礙交通的時候來拆 雖然怕太明顯惹爭議 但態度明顯放軟 更被外界質疑是選舉語言 柯文哲趕緊澄清 也不是說修正態度啦 不過因為郝國市長一再跟我解釋說 他認為我看的資料會改變我的想法 我說那我們就等交接的時候 請公務局 交通局他們提供資料我們再來處理 我想還是講啦 用數據回答問題嘛 在交通局方面跟公務局交接方面會特別把這個拿出來 大家當場 當場討論嘛 再做出判斷 猜不猜都會跟這個社會做交代 柯文哲不止一次政化炮轟市政交通政策 連郝龍明任內的美和事案 雙子星案 甚至大巨蛋也有意見 現在態度變得保守 現在原本iVoting 領選局處首長 也只剩下勞動局一個 那iVoting有一個很大的困難就是說 那個投票人資格的認定 這個也是一個概念啦 叫做革命分階段實施嘛 不要幻想一次到位 就一步一步往前推 還沒上任 政見放慢步調 大炮性格也越來越收斂 畢竟現在的每一句話都不能再亂開支票 講話也得要再三思考 原地TV陳明彥宇 台北報導